一向平静的海面 在一个同往常别无二致的清晨被突然打破 一只拥有三角状的头部 椭圆形的眼睛 和一张布满了巨齿的巨大嘴巴的鲨鱼 突然降临在这个从未出现过鲨鱼的区域 海洋中的鲨鱼就像是陆地上的猛虎 人间的鲨鱼 人间的强盗一样 随意的就可以主宰弱者的生命 他用他灰白色的眼睛紧紧地锁定着不远处的渔船 然后一下一下摆动着他巨大的身躯 缓慢而又坚定地跟随渔船 船上的渔民很快发现了让他感到危险的源头 但一切的行为都来不及了 因为这只鲨鱼与渔船之间的距离太短了 短道能够让他随时发起一场成功的攻击 就在渔民万分惊恐地等待的时候 这只鲨鱼却久久没有任何进攻的行为 这是什么原因呢 事情发生在澳大利亚的海岸边 渔民阿诺德·波音特正驾驶着他的渔船 沿着岸边慢慢前行 金色的阳光大片大片地洒在平静的海面上 随着微风轻轻拂过 海面折射出一道道璀璨的光芒 不时跃起的各色鱼类也把细光带到半空中 与偶尔穿行而过的欧鸟交相辉映 一切都是那么的静谧而美好 阿诺德眯着眼站在渔船的甲板上 静静地感受着海风斜着咸咸的大海气息 而后轻轻吹过发丝的悠闲与歉意 他的视线从空中的欧鸟转到月起的鱼类身上 从心底发出幸福的窥探 今天的出海一定能够满载而归 突然 一个巨大的身影突然有远方的海面 闯入阿诺德的视线 并且不断地缩短着他与渔船的距离 随着距离的拉近 阿诺德惊恐地发现那只巨大的身影 竟然是一只大鲨鱼 这只鲨鱼在渔船的不远处就逐渐停了下来 顶着渔民惊恐的眼神围着渔船慢慢地转动 确定这只鲨鱼没有任何攻击念头的阿诺德 这才能够勉强平复下来 去观察鲨鱼接近渔船的原因 毕竟这是一条才刚出海的渔船 船上除了他这个渔民也没有别的食物了 阿诺德小心翼翼地向船边挪动 试探地伸出头去打量着近在咫尺的大鲨鱼 经过认真的观察 他察觉到了不对劲的地方 这只凶猛的海洋霸主好像被束缚住了 它的身上缠绕着一些海洋偷猎者设下的 专门针对鲨鱼这种大型海洋生物的渔网 这只鲨鱼身形十分巨大 身体外部的皮肤内具有大量粘液线 能够分泌粘液使它的体表保持粘滑 这样既可以减少游泳阻力 又可以使它的身体免遭病菌和寄生物的侵袭 然而这种几近完美的净化 对于来自人类制造的渔网 却是束手无策 阿诺德不由地对这个看起来凶残的大家伙 产生了同情 他决定帮助这只可怜的鲨鱼 于是他拿出随身携带的锋利刀具 试图去割断缠绕住鲨鱼的渔网 神奇的是 在整个解救过程中 这只被困的鲨鱼表现出了莫大的配合 他不仅在渔民努力割断绳子的时候 尽可能地保持静止 甚至还会主动调转自己庞大的身躯 以便渔民下一步的行动 在实施行动的双方都相当配合的情况下 这场解救鲨鱼的行动 很快就拉下了胜利的帷幕 被解救之后的鲨鱼 接下来的表现更加令人感到惊喜 获救后的鲨鱼并没有直接离开 更没有像我们所有的刻板印象里一样 恩将仇报地对渔民发起攻击 他欢快地绕着渔船游了几圈 然后从水中浮出 向渔民阿诺德露出了他血白的肚子和脖子 甚至在阿诺德伸手抚摸他的时候 像只小狗一样咕噜噜地转动着他的眼睛 轻轻地挥动着他的背脊 愉快地拍打着水面 发出哼哼唧唧的撒娇声音 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阿诺德只要一驾驶他的渔船出海 不多会儿就会有一个来自海洋的巨大保镖 如影随形 他就是那只被解救的鲨鱼 在尽可能地用他的方式向渔民表示感激 令阿诺德哭笑不得的是 这个大家伙似乎没有意识到 他跟随渔船的时候 虽说会杜绝一些危险 也会导致吓跑渔船周围的各种鱼类 这让阿诺德经常空船而归 不过这种情况并没有让阿诺德感到愤怒或是沮丧 因为他正在感受着前所未有的 与这种巨大的海洋生物友好的相处 鲨鱼在我们的印象里 一向以可怕凶狠著称 没有人期待过可以与他友好交流 但阿诺德与鲨鱼的事实 真真切切地摆在我们的面前 向我们证明着 在我们保持友善的情况下 与其他危险的物种 也不是不可以达到友好交流的 无独有偶 在俄罗斯的一个村庄里 也上演着凶猛野兽 与人类友好相处的美妙局面 生活在森林周围村中的一个老爷爷 在日常的散步过程中 不经意地发现了一只瘦弱的小熊 或许正是这只小熊并不健壮的身体 导致了他被抛弃的命运 这只小熊时不时打着颤的弱小身躯 触动了老爷爷柔软的内心 爷爷把这只幼崽抱到了自己的壁弯中 并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都对他进行了极为细致的照顾 随着时间的流逝 小熊也在爷爷悉性地照料下 茁壮成长 从一只只能发出微弱气息的幼崽 变成了一只拥有健壮身躯的健康小熊 在小熊成长到 能够完全具有独立生存能力的时候 爷爷决定把它放归他本应生存的自然 有关部门也对此事表示了有利的支持 他们提供专业的运输车辆 来帮助小熊回归自然 就在分别的时候 令人感动的一幕发生了 小熊好像知道 一旦踏入了面前的车子 就会永远地跟爷爷分开 一向乖巧的小熊 变得格外地粘人 像一个撒娇的孩子 牢牢地抱紧爷爷的身体 轻力地用他柔软的头部 轻轻蹭着爷爷的肩膀 怎么也不松手 爷爷也万分不舍地 揉着小熊柔软的毛发 但是为了小熊能够回归自然 回到他本应该的生活轨道里 爷爷只能用力地把小熊 从自己的身上扯下来 然而小熊满心满眼的都是 不想跟爷爷分开 他任由爷爷 一次次地把他扯下来 然后再重新粘上去 一步也不愿意离开 所以你看哪 人类与大型猛兽 不可以友好相处吗 无论是海洋里凶残的大鲨鱼 还是陆地上凶猛的棕熊 都在人类保持友好的情况下 大方地反馈出了它们的善意 动物是很聪明的存在 它们能够很快感知到 来自外界的善意或是恶意 从而做出相对的反应 让我们将时光倒推 推回第一个人类与棕熊 与鲨鱼相遇的时刻 面对长相凶猛的这些野兽 它选择了不去伤害它们 这些动物也很快做出了 与之相应的反馈 那么伤害将会减少 历史将会改写 只要我们把握好界限和尺度 能够寻找人类科技发展 与尊重自然之间的和谐平衡 就一定会在满足我们探索 揭秘进步的同时 还能够与自然 与动物维持和谐的相处 这只狮子被绑住 看的就叫人心痛 原来三年前的一天 它闯入了盗猎者部下的陷阱 终于在三年后的某一天 被救援人员见到 总算捡了一条命 狮子被铁丝困住 现在连进食都成问题 三年后 这只狮子已经很危险了 但幸运的是 被国家医疗顶尖人员及时发现 大家看到这头狮子时 它的脖子已被铁丝缠住三年 英国《每日邮报》报道 英国摄影师盖里·罗伯茨 在坦桑尼亚米库米国家公园里 拍摄到一只被偷猎者 用钢丝项圈勒进脖子里的狮子 公狮眼神绝望 见者漠不动容 人们对原方反映此事 原方也感到震惊 据原方说道 其实这是一个很漫长而悲痛的故事 三年前发生的事了 没想到三年后还能见到它 据了解 首次发现这头受伤的熊狮 在三年前 当时它是一头年轻的小狮子 在公园里游荡觅食 不慎落入偷猎者的钢丝陷阱 被套住了脖子 所幸 这个陷阱像是用来捕猎羚羊等小型动物的 狮子使劲挣扎 终于逃脱 但铁丝项圈却留在了它的脖子上 当时 人们想上前帮助移除钢丝套时 狮子害怕躲进了丛林 从此再也没有出现 当时 原方同警方和兽医 组成了一个搜救队 可是 坦桑尼亚米库米有3230平方公里 东 南 西 三面环山 北面与面积达5000平方公里的 塞鲁丝野生动物保护区连成一片 狮群两地之间自由迁徙 由于搜索范围太广 一直都没能找到这头狮子 所有人都认为它不可能存活下来 可奇迹总是会降临 没想到 三年后发现了这头狮子的踪迹 第一时间发现这头狮子的是一名大叔 这位大叔在一次丛林探险中 无意发现了这只狮子 此时的狮子脖子上的铁丝网还没有脱落 狮子的表情中已经没有了对生活的热情 如果这只狮子的脖子一直这么被困下去 久而久之 铁丝网上面的细菌就会渗入到皮肤底层 后果不堪设想 而庆幸的是 大叔刚好经过此地发现了这只被困的狮子 准备对眼前的可怜家伙进行救援 此时的狮子正在树底下 双眼死死盯着大叔 对于眼前的人类 狮子对其一概不知 深怕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胁 身体本能地向后慢慢移动 殊不知 这个人类却是来救他的 为了救助狮子 大叔也做足了准备 本来自己就是来探险的 自然准备了不少工具过来 但望着这么凶猛的狮子 大叔却不敢轻举妄动 毕竟 狮子的四肢粗壮 咬合力相当厉害 如果被咬一口 或是被他的爪子抓到 稍有不注意就很容易受伤 因此 大叔久久没有行动 一直在观察狮子的一举一动 这时 狮子对大叔一顿张嘴吼叫 想用此方法逼退人类 但发现自己的吼叫并没有吓到大叔 他反而义无反顾地拿着工具上前救助 狮子见到有人朝这边走来 他顿时变得十分警觉 立即站起身 想往后退去 大叔见狮子 好像要往森林深处走去 心意觉得 错过了这次机会 以后可能再遇到他 就很难了 明明狮子现在的情况这么危险 不忍心看着他离死亡 越来越近 所以当时 自己立马拿出手机 拨打了救援中心的电话 电话接通之后 大叔准确地报送了自己所处的位置 以及遇到的情况 现在有一头狮子急需救援 经过十分钟的时间 救援队发现了这头狮子 此时雄狮已经非常虚弱 救援队将受伤攻势麻醉后 送到了医院 由于狮子体型日益庞大 钢丝项圈已经几乎看不见了 兽医使用特殊仪器 才把这死亡的项圈取下来 然后在感染的伤口处 涂上消炎用的溶液 他的进食困难 身体愈发虚弱 就连日常捕食也无能为力 三年来 依靠兄弟姐妹叼来的食物 才勉强生存下来 就在这只狮子 第一天被铁丝缠住脖子的时候 他的家庭成员 第一时间想要给他提供帮助 可是铁丝缠得太紧了 任凭狮群如何帮助都无济于事 既然拆掉铁丝没有办法 那就帮助这只狮子寻找食物吧 由于脖子上面卡着铁丝圈 狮子低头进食非常困难 众所周知 狮子是一个特别容易饥饿的物种 且每次的进食量很大 没有进食是完全支撑不了巨大的体能消耗的 如果没有狮群帮助这只狮子完成进食的过程 估计现在这个可怜的家伙 已经离开了这个美好的世界 以我们人类作为例子 如果一位朋友向自己投送一次美食 或者帮自己购买食物 这可能是非常容易的 但是三年以来 日复一日地完成这样一件事情 就不是一件意识了 这需要强大的意志力 从这一举动我们就可以看出 狮群对这只狮子的帮助有多大 原来不光人类之间有如此深厚的感情 就连动物之间也会有互帮互助的场面出现 别看狮子长相凶猛 但是很多事物我们都被它的表面所迷惑了 我们的生活中发生过很多狮子拯救人类的故事 这怎么能够说明狮子不够温情呢 它们只是在自己的生物链中生存下去而已 就像我们要吃猪肉牛肉是一样的 狮群并没有抛弃这头狮子 反而时刻保护着它 照料着它 不然这头熊狮早就没命了 虽然狮子的脖子看着揪心 但同时也看到了坚强 看到了它忠实的家庭成员 不抛弃 不放弃 如果只有狮群的帮助 这头狮子也不能够继续正常生活 脖子上铁丝对身体的影响 迟早有一天会达到极限 狮子的身体承受不了如此大的摧残 势必会倒下 所以帮助狮子的那位大叔 以及之后的救援天使团队 也为这件事情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正是由于大家一起的努力 才使得这只受伤的狮子 茁壮成长起来 抢救手术后 经过三个多月的治疗 这头熊狮的伤口已经结痂了 它脖子和肩膀上的鬃毛 也慢慢长出来了 它返回狮群开始自己捕猎食物 逐渐变回一只正常的雄狮了 看起来精神很好 恢复得不错 不过 最近偷猎者再次进入 坦桑尼亚米库米保护区 公园管理当局 已经开始了反盗猎巡逻 可是 在这样广阔的区域里 对于警方来说 有点力不从心 当局发起了SANA项目 通过鼓励帮助保护区内的 贫困人员 实现和自然界和谐发展 希望通过这样的项目 有助于人们帮助保护这里的野生动物 对动物来说 人也许是可怕的捕食者 但是在很多情况下 动物也需要人类的帮助 而人也会展示自己的善良 很多时候 人也会受到动物的帮助和报恩 人与动物之间的羁绊 是确实存在的 而这种不需要语言传递的信任 或许就是人与动物之间 最好的羁绊了 你害怕狼吗 说起来 狼和狗是一家 只是狗经过驯化 狼没有经过驯化 但两者之间有着诸多共同之处 那么狗狗对人类如此友好忠诚 狼是否会在未经过驯化的情况下 与人和谐共处呢 玛丽是一名孕妇 24岁 来自于美国 住在明尼苏达州 临近身产的某一天 她开车外出 不想被困在了雪地里 因为天气十分寒冷 不巧她又在这个时候分娩了 最后晕在了雪地里 可想而知 此情此景的感觉 她处境有多危险 偏偏 这个时候 有一群狼嗅到了人的气味 朝着她围拢了过来 这一幕简直太可怕了 那么她最后怎么样了呢 不得不说 崇尚自由的外国人 极具冒险精神 玛丽便是如此 她已经是大富便便的孕妇了 却在临近生产期时 独自开车外出 这胆子真的不是一般的肥 当时还是大冬天 外面冰天雪地 即便她没有怀孕 在严寒的天气里 开车外出 本身风险也比较大 更何况她已准备生产呢 万一孩子提前生产 那可就糟糕了 果不其然 玛丽在开车回家的路上 被困在了雪地里 当时只有她一个人 而她当时已经怀孕八个多月 当时只有她一个人 她的丈夫并不知道这件事 正在家里兴奋地等待着她回家 期待着她的孩子降临 玛丽从城里独自开车回家那天 天气很恶劣 遇上了暴风雪 所以她在距离家几公里的地方 因为暴风雪被迫停了下来 无法再前行 风呼啸着吹刮着大地 大雪漫天飞舞 把道路给覆盖得严严实实 导致她无法再前行 这时候贸然前行 看不见道路状况 是非常危险的 况且路很滑 视线也不好 玛丽即便再大胆 也不敢再继续往前开车了 只能将车子停下来 她该怎么办呢 此时说责怪的话也没有用了 想办法脱离困境才最实际 可是四周只有她孤零零的一个人 她该向谁求助 被困后 玛丽想到了给服务人员打电话 让他们过来清理道路上的积雪 但那条路不是公路 而是森林里的一条小路 人家肯定不会为了服务她一个人 而来忙碌一场 所以那些服务人员没有来 没有人帮助的玛丽 看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心里很着急 她的汽车陷在了雪堆里 她想开出雪堆 可一来 她看不见具体的道路情况 只能依靠记忆和两旁的数目进行判断 这很冒险 二来 雪堆很滑 任凭她怎么尝试 车都在轨道上被卡得死死的 她没办法让车子动弹 考虑到那条路 偶尔也有车经过 她便下了车去碰运气 希望能搭上顺风车 然而 她等了很久 都没有看到一辆车路过 暴风雪则越来越大 天气如此恶劣 谁没时会出门呢 半个小时过去了 还是没有人出现 这让玛丽很绝望 站在暴风雪里 玛丽感觉到了一阵又一阵刺骨的寒风 不断地吹打在她身上 让她的手脚几乎要冻僵 可想而知 她还怀有身孕 万一有什么意外 玛丽不敢往下想 只能在心里祈祷 快点有人出现 帮帮她 更糟糕的是 天越来越黑了 这意味着 她获救的概率变得越来越低 这真是要命啊 在绝望之下 玛丽决定步行回家 不然天黑了 她会更害怕 此时她已经心跳加速 抬腿往家的方向走 因为风雪很大 路面很滑 每走一步 她都觉得很困难 可是 她已经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只能坚持走 凭借意志力 渐渐走了近一公里 在这种情况下 活动活动筋骨也好 运动起来至少暖和一些 但这样走下去 她的体力也会渐渐流失掉 加上怀孕 玛丽走出将近一公里后 已经气喘吁吁 不过 她想自己只要坚持走下去 总能走到家的 可是接下来 玛丽感觉到 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这让她不由的慌张 心里害怕极了 没错 也许是情绪过于紧张 玛丽感觉自己要分娩了 在冰天雪地 这可怎么办才好 难道这下 真的要完蛋了 在惊慌中 玛丽走到了附近的一棵大树下 那儿的积雪比较少 她决定在那里休息 艰难地走到那棵大树下后 玛丽劳累地蹲下休息 随后 分娩的疼痛传来 她痛苦地流下了眼泪 被迫一个人在冰天雪地里生产 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 她不敢去想象 也没办法想象 玛丽生下了孩子 随即躺倒 留下不停啼哭的婴儿 在寒冷的暴风雪天气里 连一块裹身体的布都没有 按照这种情况 危险很快就要降临 更悲惨的是 这时候 一群狼嗅到了人的气味 且听到了婴儿的哭声 从森林里走了出来 他们循着婴儿的哭声 围拢到了玛丽和婴儿身边 眼睛里散发着悠悠的光 接下来的画面 我们不敢去看 因为按照正常逻辑 他们将会成为 饥饿狼群的盘中餐 幸运的是 故事没有这样发展 奇迹出现了 玛丽和婴儿都活了下来 据玛丽事后回忆 不知道自己睡了多长时间 总之她苏醒过来后 竟感觉很温暖 在朦朦胧胧中 她以为自己被人给救了 可当她完全睁开眼睛时 却看到眼前有很多狼 把她吓了一大跳 随后带她反应过来 她才知道 狼群救了她和刚出生的婴儿 这简直不可思议 当时玛丽苏醒后 看到自己躺在一只大灰狼的背上 她猜测那是头狼 另外她清醒后数了数 还有大约九头狼围着她 环成了一个圆圈 为她挡风雪 所以她在中间躺着 很暖和 那些狼完全没有攻击她的意思 把她保护得非常好 且玛丽这时候意识到 自己已经分娩了 她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狼群同样用温暖的身体 保护着她的女儿 将她女儿紧紧的 有温柔的抱住 使得她女儿 如同安睡在暖暖的被窝里 没有受到一点的伤害 神奇的是 其中的母狼 还一直在温柔地 舔着她的女儿 也许是考虑到她女儿饿了 看到她苏醒后 还在几只狼的配合下 将她女儿 驮拥到她面前 让她喂奶 看到这一幕 玛丽既震惊又感动 不由地流下了眼泪 而她身旁的狼看到后 还为她舔去了脸上的泪水 无声地给予了她安慰 随后 玛丽的丈夫带人到处寻找 在一个小时后 将玛丽和孩子接回了家 母女两得救了 他们之所以得救 正是因为狼群的帮助呀 要不然 玛丽的丈夫带人来寻找时 母女两早已冰冷了 事后 玛丽一直记得这群特殊的救命安人 每年都会如期和他们见面 与他们成为了很好的朋友 动物都是很有灵性的 我们不应持有物种偏见 将它们视为低等生物 应该尊重和爱护它们 与它们和谐共处 一颗如宝石般湛蓝的星球 地球 自从人类出现后 仿佛便主宰了万物的生存 自是以万物灵长的封号 对地球上各种资源 各种生物 加以肆意地掠夺与伤害 在不断地大肆破坏后 地球也不堪重负地发出了各种警讯 这些讯息让人类惊觉 解决当前所面对的问题刻不容缓 而摆在面前的保护生态环境 就是最好的解决之道 在远古的古代 庄子便以天地与我并生 万物与我唯一的观念告诉我们 要与万物和平共处 平等地对待与保护各种生命 人类是无法独存于这个世界上的 而不幸的是 即使到了现在的21世纪 各种关于针对动物的邪恶行为 依然是层出不穷 甚至各种动物受到迫害 致使它们生命受到威胁的新闻 也是屡见不鲜 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人类似乎对待大自然受到的迫害 行为现象逐渐麻木 而一个来自台湾的记者白心仪 通过她的社交网络 从各个角度展示的镜头 一下子触动了人类还残存的良知 那是一双清澈的路眼 清澈的映出拥有这双眼睛的主人 一只脖子上带着项圈的长颈鹿的巨大悲伤 与无可奈何的痛苦 这是一个活生生的形象 她诉说着 她在绝望和痛苦中哭泣 事情发生在马赛地区的一个区域内 这是一群长颈鹿生活的地方 他们自由自在地生活在他们的家乡 轻腻地与同伴心细 伴着清晨的朝霞 去品尝还带着露珠的鲜嫩树叶 然而意外总是来得猝不及防 悲惨的事情就在这幸福的时刻降临了 一种用金属丝制成的项圈 被这个地区的入侵者 提前隐藏在浓郁的叶片之下 正在沉醉于品尝美味的长颈鹿 丝毫也没有意识到 近在咫尺的危险 随着一片又一片树叶 被卷入长颈鹿的口腔 危险也在逐渐逼近 咔哒一声 宣告着偷猎者计划的第一步 取得了胜利 长颈鹿被铁丝项圈困在了方寸之地 难以挣脱 她妄图逃离 然而一切都不过是无用功 她的动作只是让铁丝项圈 越收越紧罢了 她寻求同伴的帮助 同伴虽是焦急不已 却也是爱莫能助 就在这绝望的时刻 她的努力也让幸运女神 分给了她一丝怜悯 放她从树枝上脱离开来 但却是带着铁丝项圈一起 因为挣脱她耗费了巨大的体力 却也努力地脚步亮腔地离开了这个 让她感觉不安的地方 稍微恢复了一点体力之后 这只长颈鹿又试图摆脱 已经深陷在脖颈间的铁丝项圈 她尝试了一次又一次 失败了一次又一次 这时不远处的土路上卷起了巨大的尘埃 是载着人类的汽车在经过 怀着对身的巨大渴望 这只长颈鹿努力向汽车靠近 她不知道等待她的是死亡还是新生 她只能努力地祈求帮助 她用流着泪的眼睛 呼喊着自己想要被释放的愿望 然而当车上的人类下车想要靠近她时 她又害怕了 害怕立刻就会失去她的生命 于是她转身跑开 想要再久一点地拥抱 阳光 雨露 雨嫩夜 面对受到如此痛苦的长颈鹿 车上的游客心都碎了 但当他们于心不忍地 找来专业的救援人员后 那只受伤的长颈鹿 却已经不知所踪了 然而那个大颗大颗眼泪 从她眼中涌出的 哭泣着的长颈鹿形象 已经狠狠地扎进人们的心脏 救援人员决心要帮助她 经过人们不懈地努力和认真的排查 终于在一片草原上发现了她 这时候的长颈鹿 已经深深地感受到了人类的森森恶意 她恐惧人类的靠近 更不要说是配合救援了 然而救援行动刻不容缓 救援人员只好麻醉了她 然后尽可能快地对这只长颈鹿 进行了细致的救援 取下了她脖颈间的铁丝项圈 也取下了人类对她恶意的枷锁 这只长颈鹿幸运地活了下来 然而更多的长颈鹿们呢 与她同样幸运的动物 可谓是实不存一啊 与其说长颈鹿的悲惨 来自于她漂亮的皮毛 鲜美的肉质 洁白的牙齿 不如说是来自于人类的贪婪 那种高高在上的对其他种类生物生命的末世 只因为一些莫须有的传言 认为长颈鹿的脊髓和大脑 可以治愈艾滋病毒 以及围绕着这些文化的其他黑暗神话 这些无辜的生命 就要时刻做好被牺牲的准备 我们今天救治了一只长颈鹿 那更多的 无辜受到迫害的长颈鹿怎么办 被迫一次次缩小生存范围 一次次减少栖息地 却仍然面对生存威胁的其他动物怎么办 偶然的营救 对于解决根本问题 只不过是杯水车薪罢了 重要的是 我们必须减少偷偷放置陷阱的迫害者的数量 我们必须迫切认识到偷猎者的卑劣 认识到 以牺牲无辜动物的生命为代价 站在动物的痛苦上进行一种小众的爱好 或者不切实际的迷信行为 是极其恶劣的 尽管全球范围内的偷猎者数量众多 尽管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历经过无数残忍的对待 而留下如此惨烈的遗迹 然而 这种恶劣的 应受到强烈谴责的行为 却如同风浮过水面一样 在我们眼前天然而过 然后没有留下一丝涟漪 似乎只要不降临在同类身体上的恶劣行为 都不算上丑闻 是那么的理所当然 而又理直气壮 事实上 我们人类与其他物种 共同生活在这个蔚蓝色的星球上 理应当平等地享受 这个星球上所拥有的共同资源 公平地拥抱 浮面的微风 沐浴温暖的阳光 更是拥有对自己生命的绝对所有权 因此 我们必须介入对动物大肆伤害 漠视其生命这个严重的问题 生命的可贵在于什么 它是无法用金钱 也无法用数字来去衡量的 它更加不是电玩游戏中 按个键盘就可以重复再生 永远打不死这般不值一提 恰恰相反 它是一经破碎 永远也不能弥补的不可倒流 而如今 这些大肆伤害动物生命的行为 将会严重危害生物的多样性 对生态平衡产生不可逆转的伤害 最后投射到整个星球的生物循环之中 终将是反馈到人类身上 每每想到 地球生物链受到损害后 造成极端恶劣的生物危机 生态失衡产生的一系列 人类所要承受的恶果 我们难道不会不寒而栗吗 数十年之后 我们是否将遭遇到更大的风暴 承受更多恶劣后果的决定权就在此时 因为一些人类的疏忽和缺乏同情心 而遭受柔力的动物们 正在等待我们的救援 因为一心只满足人类私欲 而大兴扩张的残酷产业 正在挑战我们的良知 覆巢之下 烟友玩卵 身处同一个星球 同一个生态循环 我们接受自然的馈赠 就与自然天然的具有同一性 当人类无节制的破坏环境 漠视动物生命的时候 它们就像是最愚蠢的寄生虫 杀死自己的寄主 走向毁灭 河马不论是在非洲草原上 还是在动物园里 都算得上是一种相当恐怖的生物 据统计 每一年在非洲 受到野生河马攻击 而生命受到威胁的受害者 都达到了500余人 这远远超过了 被狮子等大型食肉动物攻击 而失去生命的人数 河马是一种领地意识 非常强大的动物 如果河马觉得人类的行动 威胁到了自己的领地 那么就很有可能 对人类发起袭击 河马恐怖的战斗力 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庞大的体型和可怕的长牙 它看起来四肢粗短 并不灵活 但实际上 看似笨重的河马 骑百米的冲刺速度 和人类接近 所以人类在招惹了河马之后 想要通过速度甩开河马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也因此 当这样一只 跑不过也打不过 且领地意识 又很强烈的河马 平凡出现在住户的生活范围内时 人们都担忧极了 就在人们忧心忡忡的时候 担忧的人们 惊奇地发现 这只具有强大破坏力的河马 只是单纯地偷偷溜进一户人家 既不伤害它所接触的人类 也不会破坏其他的物品 对主人造成损失 这只行为与众不同的河马 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它为什么会产生这样友好的行为呢 究其原因还要从2000年的一场南非洪水说起 生活在南非林波波省的修伯特家族 一直对自然保持着一种 近乎童真般纯粹的爱 家族中的托尼·修伯特自然也不例外 为了更好的接触自然 保护自然 托尼·修伯特选择成为了一名 专业的自然保护人员 踏着清晨的每一抹朝阳 伴着林间的每一缕微风 耳畔充盈着鸟雀清脆的啼叫 托尼·修伯特每天都愉快地 在平原之中进行巡视 大自然总是不可捉摸的 一直都和颜悦色的它 突如其来的决定降临一场暴雨 来势汹汹的暴雨 很快打破了这片平原的宁静 巨量的雨水铺天盖地地 向着这片平原倾倒而来 雨量持续不断地增加 林波波河也终于承受不住 将它的河水 与不停坠落的雨水混在一起 奔腾着向草原的四面八方侵蚀 草原上的动物 面对着巨大的暴雨所造成的洪水 除了四处逃窜 也别无它法 洪水肆无忌惮地淹没着它所接触的一切 一时间 广阔的草原变得混乱不堪 等到洪水终于退却 往日欣欣向荣的平原之上 却止于一片狼藉 幸存的动物默默地修整着 它们各自的家园 相互舔视着彼此的伤口 亦或是只剩自己一个 愣愣地望着远方发呆 托尼修伯特也在洪水过后来到了这片草原 想要尽可能地修复它能够修复的地方 突然 托尼修伯特发现在林波波河畔 有一团水泥色的脏团子 在时不时地发出微弱的呼唤 毕竟洪水刚过 残留下的东西一切皆有可能 托尼修伯特谨慎地向着那团 混合着污渍泥水的水泥色团子 慢慢移动 随着距离的缩短 水泥色团子也一点点地露出它的真面目 那是一只弱小的河马幼崽 这只不幸被遗弃的幼崽 幸运地在汹涌的洪水之中存活了下来 在确定这只幼崽没有攻击力后 善良的托尼修伯特 把这只幼崽抱了起来 仔细打量 它看起来虚弱极了 小小的身体还不足30厘米长 浑身上下抖个不停 托尼修伯特确信 如果它决定袖手旁观的话 这只河马幼崽生存下去的希望 微乎其微 于是它做出了一个决定 把这只河马幼崽抱回家去 托尼修伯特和他的妻子雪梨 生活在一片牧场上 能够向这只河马提供充足的生存空间 在他把这只幼崽抱回家以后 他们夫妻两个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 悉心地抚养着这只河马 还为他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 杰西卡 在他们用心地照料下 这只河马幼崽顺利地从一个瘦弱的 甚至生存下去都希望渺茫的幼崽 成长为一头健壮的 重达1.5吨的成年河马 在确保这只河马 拥有足够的独立生存能力之后 托尼修伯特和他的妻子决定 将杰西卡送还他的栖息地 杰西卡对于这一举动也接受得非常良好 很顺从地离开了他从小生活的家 就在托尼修伯特以为他们之间的缘分到此为止的时候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杰西卡在消失了几天之后 带着他在野外捕获的食物回来了 这让托尼修伯特和他的妻子感到惊喜不已 时至今日 杰西卡虽然已经回归到河马的栖息地生活 但还是会每天都回到托尼修伯特的牧场 不时的就会击退前来骚扰的鳄鱼 帮夫妻俩守护着牧场的安全 因为考虑到河马的习性 不忍杰西卡每日辛苦奔波的夫妻俩 还为他在他的栖息地和自己的牧场之间建造了一个特殊的水库走廊 方便杰西卡随时回家 因为杰西卡不同寻常地表现出对人类的亲近 甚至还吸引到世界各地好奇的游客 他们慕名而来看这只被家养的河马 杰西卡也从未表现出一丝对人类不友好的迹象 这只巨型的河马甚至为了得到游客带来的美味食物和饮料 可以让孩子们站在他的背上 他也表现出与其他河马截然不同的食物喜好 他十分是甜 每天甚至可以喝掉二十杯甜甜的饮料 直到现在 杰西卡依然会毫无预兆地回到牧场 并悄悄地溜进房子里拥抱抚育他的夫妻俩 不论是时常从野外带回来的食物 还是无时无刻都在表现出的亲力 都在表示着杰西卡 可能认为托尼休伯特夫妻俩是他的父母 而在某种程度上 他们确实可以称得上是他的父母 动物其实真的可以轻易感受到善意和关怀 野外的河马对于踏入他们领地的人类 抱有莫大的敌意 有极大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人类的活动 让他们的栖息地逐渐减少 以及直接对这些动物的生存造成巨大的威胁 但其实现在的人类早已经能够充分地自给自足 不需要依靠去大自然中捕猎动物而生存 造成现在的糟糕局面 究其原因 不过是因为自身的贪婪 以及永远也无法满足的欲望罢了 目前人类站在食物链的顶端 正在跃跃欲试地想要征服自然 主宰一切 因此产生的僧僧恶意 也把绝大多数的生命物种都推到了对立面 从而让自己的进步也举步维艰 但杰西卡把人类当作父母的事情清晰地告诉我们 我们还有一个更好的选择 我们有能力打造出一个美美与共 天下大同的美好世界 地球是我们唯一的家园 同时它也是诞生在这个星球上其他物种的唯一家园 要知道我们也只是其中的一个生物 不是地球上主宰一切的神明 我们在推进自己文明发展的进程中 理应谨慎而克制 不应该也没有资格决定某种生物 该不该存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